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观想 观想 观世音菩萨 徐徐从空中降下 从头顶融入我们的心间 现在 跟师父一起轻声地述说 轻轻翠足 无非般若 玉玉黄花 尽是法身 我们不仅是肉体的存在 我们也是充满慈悲 以智慧的灵性存在 在我们体内 潜藏着无限的力量 无限的慈悲和无限的智慧 我们秉持真心 愿意 谦卑地向万事万物学习 万事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愿意更柔软 更宽容 更友善地对待一切众生 佛陀说 因果不虚 夜暴不爽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我们知道 生活中 所有的困扰 障碍 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所造成的 我们愿意勇敢面对 并妥善处理 人际关系中的纠葛 不再逃避 每当内心起伏的时候 我们可以重重觉察到 我们的盲点和问题所在 每当我们感觉内心不平静的时候 就是我们向内看的机会 这一路上 我们根本不担心 因为我们愿意改变 我们内在的智慧 会引导我们如何反省 我们感觉很有力量 很有勇气 我们不会迷失 从不孤单 因为慈悲与光明 一直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 所以 每当别人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 我们不直接去批评或对立 我们知道 当他们在攻击时 其实是在表达他们是需要帮助的 他们是在求救 他们正在呼唤慈悲 这个时候 我们愿意更加散开 不再不再封闭我们的心 当我们的心 当我们的心越开放 我们就能越理解 对方任何不理性的行为 都是在呼唤慈悲 有理解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学习用慈悲来回应一切 我们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愿意学习用慈悲 我们经受的 所有苦难挫折 都有它特别的理由 当别人指责我们时 我们会谦虚地反观自己 当我们被污蔑 取解 攻击 诽谤时 我们不怪罪别人 我们感受到了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我们愿意 因为我们的受苦 而能理解别人的苦 或降低别人的痛苦 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尽量保持内心的平静 不影响我们 善待他人的能力 我们越是深入地感受自己 就越能感受到别人的心 我们越敞开自己 就越能帮助别人 就越能帮助别人敞开 我们看到 他们其实是 慈悲的化身 他们在牺牲奉献 扮演这个不受欢迎的角色 来成就我们生命中的功课 感恩堂 我们从逆境和顺境中 学习安忍与慈悲 我们善待万物万事 在所有的关系中 保持良好的互动 我们以慈悲合而为一 慈悲 以智慧 充满着我们 我们明白 力量就在我们的心中 根本不需要向外追求 因为慈悲 天下没有永远的仇恨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没有化解决不了的对立 我们和一切人 事物 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当我们心中充满慈悲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 内心的和谐与安宁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 善良美好的本质 我们看到每个人的内在 纯净的光明和神性的光辉 我们看到有敌意的人 对我们变得友善 当我们真心祝福的时候 我们看到满怀愤怒的人 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可以得到释放 变得祥和宁静 柔软 慈悲 我们坚信我们的真心 将化解所有的攻击 我们坚持终 我们坚信我们的慈悲 终将淹没所有的愤怒 敌意 我们坚信我们内在的光明 必能照亮一切的黑暗 化解所有的纷扰 我们善待一切众生 我们的人际关系 越来越和谐 我们不再把恐惧 愤怒投射到别人身上 我们能够理解 原谅 放下别人曾经对我们的伤害 我们看清楚 我们的现状 是我们过去的思想模式 所造成的 我们愿意承担 我们愿意负责 我们愿意改变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发自真心 以善意 我们绝不说出 恶意伤人的话 我们不再陷入愤怒 悲伤与哀怨 我们彻底地宽恕 彻底地感谢 彻底地放下 我们的身心 越来越平衡 越来越和谐 和谐 和完整 现在 我们已经完完全全 松开了我们的绳索 我们也松开了 架在别人身上的束缚 我们的心灵 得到了全然的自由 我们内在 无限的慈悲 以智慧 逐渐萌芽 我们内在 有一股全新的力量 正潜之暗藏 必将生龙活腹地涌现 一切 必将和谐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